好,玩具TV突然間有Live 今次Live是甚麼呢? 飄飄跟 飄飄跟是甚麼呢? 如果大家上年或前年有去開這個Toy Show 都會見到他們 在我身後就是兩個Designer 以下下來的時段將會以普通話介紹 可不可以加修一下自己你的公司還有兩位朋友 好吧 我們是來自台灣的1比6人肉品牌 那目前就是我們兩位設計師 共同做所有商品的開發以及設計 那我們現在已經第一款商品素體 我們已經從去年出貨到現在販售得非常好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就可以來會場買,剩下限定少少量而已 請不請付兩位 阿瑤 阿瑤 主要負責的是產品的初期的設定 然後跟主要造型的定調 那他是HUB 我是HUB 後期的設計、拆建還有開發等等的部分都是我處理的 對 怎麼樣就可以成為老闆 對我來說是一種鮮烏 鮮烏的地方是怎麼年輕就可以成為老闆 真是厲害 好了,又轉回頭 其實將鏡頭說不不說不跟我們這個玩得很興奮的大朋友呢 我看你扭得很過癮 他扭得很爽 他扭得很爽 其實他整個素體 可以叫做素體 他是一個未來的小小的機械人 類似生化人 但其實你看到他的素體 整體所有東西都很齊全 你不會說我突然間有些花紋斷得很厲害 但是他之餘,他有兼顧到整個可動都是非常之好 還有他的概念上 其實大家有看到他們的產品 發覺他的概念都很好 就是他那個產品 很多上面的盔甲 全部都是可以拆下來的 例如這些盔甲可以移下來 又去換其他款的盔甲 他在一開始的設計意念上很好 我自己很喜歡 玩完之後會覺得很喜歡這款產品 請問一開始那個 設計的靈感是從哪裡來的 你開始設計的靈感 因為我們主要是看很多1比6的玩家 他們會自己custom 自己喜歡的人偶 或者是不同的造型 像我們這邊 他們會去買一些市售的配件 那我們想說 像Sci-Fi的主題 有沒有可能做同樣的Custom 那我們就先做一些市場調查 就是發現市面上這樣的東西很少 那我們又比較喜歡的是 像這種Sci-Fi機械的東西 那我們就想說做一個 就是比較不同於現在 12吋人型的一個主題 做機械的主題 那也是把這個Custom的一個概念 加到就是12吋的玩偶裡面去 然後讓玩家可以有一個 就是base之後 他可以就是購買配件啊 或者是買市售的一些配件 然後自己做搭配 然後做創造出就是 屬於自己的一個12吋的人偶這樣 那請問他們的背後有一個故事嗎 就是他是在一個未來的世界還是怎樣 對 我們就是有搭配這個 這個 這個搓架嘛 這個人我們就是為他設計的一個世界觀 對 那這個世界觀呢 我們希望就是 就是結合一些比較 把科幻跟一些玄幻的東西 就是結合在一起 那我們就是以中國的一些神怪小說啊 然後一些傳說故事 的一些妖怪角色 做為基礎 那這樣的一個base在裡面 就是一個 一個妖怪的一個圖形 那就是他經過人類的改造啊 不同的就是加工之後 他可能會變成不同主題的妖怪 然後像我們第一個角色就是用那個 西遊記裡面的一個孫悟空的形象 做一個妖怪的第一個角色來 就是測試時常的反應這樣 所以他們是妖怪然後咬靈魂的嗎 對 他們主要就是把人類的靈魂變成他們的能源這樣 有點像是妖怪吃人的一個概念這樣 所以他們是會吃人啊 對 他們會把就是人類的靈魂吸收 然後變成就是自己的能源這樣使用這樣 所以他們人類是去打他們 把他們做回那個怪物然後打他們嗎 嗯 基礎上是這樣 但是這個東西是人類創造出來戰爭用的 對 的出現還有他們的運作 還有他們是一個機械殺手 我可以這樣講 為什麼我等一下有講過普通話的呢 對 其實本身有上位PillPillGun的網頁 其實本身也是一個連載的 有講過本身憑醫學的運作原理 就是靠這個人類的靈魂去推動 而本身也是一個可以當作是 Termulator的一個機械殺手 這次也有一個試月本 其實本身試月本內容 和網頁裏面其實都有少少出入 因為網頁那些介紹的內容的故事呢 就會主要都是講回憑醫學本身的出現 但這裏其實總會有一個很 好soylet的故事線在這裏發生 所以其實都幾個人的 那它的漫畫是一直有連載著的 就是在他們網站上有一體的 現在你們的連載是不是在你們的網頁都是繼續的 現在是繼續的 那之後就是會 根據不同的角色 我們會再幫他量甄打造一篇是不同的故事 那它是基於就是同樣一個世界觀下面發生的事情 發生在不同地面這樣 好啦,其實我們談完這麼多故事上 或者我們都focus回在產品那裏了 可不可以介紹一下其中一兩個產品 你覺得是很有特色的 可以和我們的觀眾分享一下 剛才有提到我們的我們的素體 是兼用12吋所有的配件 那我們現在下一款推出的產品的話 就是這個 這個大概在年底的時候可以出貨 下一個出貨的 我聽了啊 對,放心 OK,OK 那上面這個盔甲我們會出 我們會販售整個set的 像這樣子你看到所有的東西 包括 對,連地台都有的 對 那有些玩家已經有這個bass的 他可能會想說 他只想要買這個外面的盔甲跟武器就好 我們也有推出就是配件包的 那可以直接買配件包來 自己組裝成像這樣子的 但是就是配件包就是沒有地台 對,像是這樣子 那除了這個妖怪系列之外 我們也有推出就是平衣殼的衍生系列 我們未來會推出很多不同型態 以及主題的素體衍生套件 像我們現在看 你喜歡整個頭盔就切記 對,這個 因為我們下一個主題是速度型的 速度型的平衣殼模組 那所以我們在頭盔上面設計 就是讓他 就是很有速度感的感覺 對 有沒有拍外件包的 有 都有 不管是妖怪系列 或者是平衣殼的衍生系列 我們都會另外出配件包的 但是我的素體是灰色的 這是第一個 有沒有顏色方面的拍到會不會有 會 就是我們 你現在看到灰色的部分就是 配件包之後會有的內容 就是你買配件包就是 灰色的部分都會有 那我們會針對 我們第一款素體的顏色 我們會推出白色以及黑色的 就是有什麼顏色 我們就會推出什麼顏色去 灰色都沒問題吧 灰色應該有 對 我們就是會針對我們 現有的顏色下去做生產 對 很好 我看見有一個特別的部分 就是他在那個腰的部分 他是拿一半是之前的 有一半是後面的這新的配件 那不會很難拆嗎 很難拆 我們可以示範那個拆卸其實是還好 其實那個 下盆那邊還拆嗎 對 他就是 一個球型關節 喔 就是 你可以根據 就是你的組裝需求對不對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下半身換掉 對 然後 然後 直接這樣子裝上去之後 對 那玩起來有點DIY的感覺 對對對 這樣子就是一個 一個組 那如果你想要維持原本的這個角的話 你可以就可以照剛剛這個方式 把這個 這個部分換回去 然後 這個配件包 我們有附一個這個 就是 做為延伸的一個 呃 就是 零組件 那這個零組件呢 他除了 可以就是把這個配件包 接在他的 就是腿後之外 對不對 這是一個 一個接法 那我們有就是 預留了很多就是 他之後組裝的空間 就是 之後我們還會就是 推出各種不同的 就是 配件包的一些 神秘套件 那可以就是 自己組成另外一個主題的東西 對 那這個我們後續才會再 所以他可能不只是 人馬 對對對 其他的怪獸那種 對對對 就是 這會慢慢公開這樣 對 這方面就是 無邪可擊的真實 對啊 然後 下一款 我自己很喜歡這一款 我也喜歡 這一款 特別是那個肩膀那個 閃的燈 現在接下來我們 明年我們會開始 陸續推出這種 不同的主題套件 我們也可以看到 像是 剛才介紹過的 這個速度型 對 都是一樣 都會用 整個set的 或者是 配件包的形式 去販售的 那這個主題就是 就是警察 那你也可以看到 他現在就是有特色 就是閃燈 這個部分 那未來我們都是 就是一樣 都是用電池 跟開關去做到這個閃燈效果 我看他很多地方都跟之前的不一樣 像整個大腿的部分 對 像他這個 這個推甲部分都是 可以拆卸 這個推甲做更換 對 就是 把原本的推甲 拆卸下來 然後 現在只是用裝備會直接插進去嗎 對 如果過後有機會會做一些磁石啊那種嗎 會 會 就是 目前就是比較直覺的方式還是用裝備 那 磁石的話 我們目前是考慮 有些玩家在 發揮的時候 那個磁石 他是用膠盒的 那久了 那個膠 如果掉了那個磁石 就會分離 對對對 那目前就是比較保險的方法 我們還是用這種 插配位的方式去做 還有這款呢 這款是我們剛才提到就是 用市售的 市售的配件 像是這個 VEST 然後還有這個槍等等 這些都是市面上可以買得到的配件 那因為我們的尺寸是採取 就是一般12吋 1比6人形的尺寸 所以這些配件都可以 完美的就是 搭配在上面 那就可以做 依脈家自己不同的喜好 他自己去做不同的搭配 然後搭配 就是搭配出不同主題的機器人 其實我自己呢 看完之後呢 我就覺得真的很喜歡 因為 他很特別 一開始的時候我就會覺得 有點像那些 未來的片 iRobot 就是那個類型的東西 但是其實他看完他的故事觀 世界觀之後呢 其實他比我想像中 是有帶出了另一種味道 更外乎是 他那個換甲 裝配或者是 他未來有的更加多配搭呢 其實我發現近年很流行 這一種玩具是 很多給玩家自己去延伸性 不斷地創作的東西 就是可能你玩 我一半是警察 一半是這隻 又或者是警察 原來都可以穿這套甲 他做的那種方式很好 還有呢 他有一件事最好是什麼呢 你買了主題 你可以只買配件包 你不是一定被迫著說 我買完主題 我買下一隻 就被迫著又要買完 其實這個感覺很重要 不過其實對於廠商來說 又有一個不好的東西 就是什麼呢 我只做配件的話 其實在郵費上面 或者是定價上面 是很難去決定的 因為定價很多時候 要包括郵費 那我只要買一套配件 就會有機會不同價錢 有沒有 請問一下 現在在會廠裡面 有在賣的哪款 還有價錢是多少錢 我們現在在賣的 就是總共這兩款 黑色的素體 跟白色的素體 那我們現在在會廠 它有一個 bonus bonus accessory 就是雙頭盔版本的 對 因為一般來說 就是白色跟黑色 都是只有配一個 各配一個頭盔 但是我們這一次展場 因應展場 我們販售 是有雙頭盔版本的 不管是白色跟黑色 我們都有附上兩個頭盔 對 那價錢的部分 是1600港幣 我方社長問一下 在拍檢包方面 的價錢 會是多少錢左右 這個配件包的話 目前第一款配件包 我們這個販售 就是整個盔甲 但是不包含這個地台 那有三組武器 那配件包售價是2900塊台幣 對 大概是 大概500塊 大概500塊港幣左右 對 四五百元自己已經買了素體 就像我這些 其實就適合的 四五百元 這套配件包四五百元 當然不包地台 不包地台 對我來說是黑一筆 不過我也是吐槽 其實我是買第一代的 本身跟剛才這個 玩完一大輪 我自己的那一款真的比較鬆 真的比較鬆 腳跟位 這些空甲位 比較容易增 但是 現在 玩這個新素體 似乎就沒有這個問題 我感覺上我是蠻贏的 我根本上是蠻贏的 今天可以買一個新素體 厲害 真的 好 或者今天打擾到這裡 我們也可以去其他地方 再談一談 我謝謝兩位 謝謝兩位 打架了 打架了這麼多的時間 我 我期待你們的生產品 好 謝謝 好 君投家 好 拜拜